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北高最重要的建设动土韩国瑜当时请假中市府团队还酸言酸语说是中央抢工 我们不要假开工嘛开了工之后结果呢就这个根本没有任何的动作 这个让桥头人怒了因为整年下来韩国瑜只有在刚选上时的新年来宴朝桥头庙宇发红包时 短暂停留过一小时从此就没再踏足更别说建设或开发地方 而其实桥头地区的民众有高度的民主素养是其来有自的 1979年桥头事件是国民政府当时戒严三十年来首次政治示威活动 申援要求释放英匪杰事件被捕的余登发父子 包括陈菊 曲姓良 黄信介都参与 写下台湾民主史上重要一页 我桥头我骄傲了 民主的素养一个累积所出现的一个整个投票 强大的民主基础让桥头人一直骄傲 现在更用行动证明无心于市政的市长 最终会被市民用选票来反击 三宣黄之中古先高雄报道 都参与一下